看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的YouTube 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 没了我这个角色 我的角色叫危险人物 这个危险人物就是在公司裏面做财务总监 这个我大佬就一直欺负我 内容就不讲了 第一场戏就因为我由五楼跳到来 这样就犧牲了 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那你已经已经说完了 我叫危险人物 大家知道这四个字 里面很多事情他知道 不如你再说我这一件事 又不行 导演不要叫我们讲大佬 我都是听你说的 三大影帝的合作这个阵容是否很厉害 三大你说少了四大 四大 全部都是影帝人物 是我们没有在DVB拿过 市帝 市帝就对是吧 是 是啊真的没有拿过 那我们不如回DVB拍摄 是 是 跟志伟聊一下 是啊 是啊 好啊 就叫成绳啊 好啊 大家都在DV出来 鎮雨也是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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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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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笑啊 哈哈哈哈 好啊 好啊 这一场电影会不会有很多很多的动作 整齐陆终 接种以来的 哎 第一场电影就五楼跳下来 多不多动作 都很多动作 都算是很大体力的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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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特别说的 特别说呢 既然DV在这 是吧 那我就真的要多谢 徐小明先生 多谢林定安先生 多谢徐小明先生 多谢徐小明先生 是因为 是因为他 我一直都不懂拍舞打气的 是他们教识我 如何 在动作上做了很多 呃 一个不是演员应该做的事 所以呢 我现在这么灵活呢 就是因为是徐小明先生 林定安先生 和徐小明先生 和徐小明先生 就是你拍一部戏 会接他们的戏 我下一部戏 叫《危险人物》 所以你又试试 试试试这个名字 那 又不是 大哥 你想怎样怎样 我都听你说的 是不是等拍这部戏 都拍了很久了 因为疫情关系 炎了很久了 是啊 都炎了两个月 那 换句话来说 虽然 炎了都成两三个月 那但是换句话来说 那些正能量的日子 就给了我和我大哥 就多了很多时间陪了家人 那这个也是一个 挺好的家庭聚落 嗯 是 想问一下 就是现在开起了 但很快就是父亲节了 那会没有什么时间去庆祝的 你今天 父亲节 其实就是 因为有母亲节 才会有父亲节的 始终 母亲节都是 都是主角来的 父亲节都是配角来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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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和我大哥呢 决定都要去花区 买些漂亮的花 送给我们的另外一半 因为我们都应该 就是 男人呢 有肩膀 对 有肩膀 就是要担起层樓家 对 但是呢 买架花呢 将父亲节 其实送给母亲 其实我觉得 所有母亲真的 很威力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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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收了她的画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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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都知道 我家最矮的是我 那我角色当然 我是最小的 我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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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 差不多 他都过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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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